小飛象絕對是家傳戶曉的一個角色 這部經典動畫雖然已經是1941年的作品 但大家依然對這個角色非常熟悉 真人版電影小飛象由天布頓執導 上映之後反應不錯 北美優先場票房已經超過2000萬 但原來小飛象的故事是源自一隻高超過10呎的 非洲大象巨星JUMBO 無論是動畫版還是剛剛上映的電影版 小飛象給大家的感覺都很可愛 怎會想到現實中的JUMBO 當年經歷過的一切竟然這麼悲慘 JUMBO是一隻巨大的非洲叢林大象 在1860年聖誕節在蘇丹出生 之後就被獵人捕獵 獵人不僅拿走了JUMBO母親的象牙 還在JUMBO眼前屠殺了他的媽媽 成為孤兒的JUMBO之後就被轉送到巴黎 以及倫敦的動物園 據知他到達倫敦動物園的時候 已經感染了疾病 視力嚴重受損 後來再被美國人PT巴林買酒 在馬戲團表演 而在馬戲團中 人類為了鎮靜JUMBO 就灌他喝大量的酒精 香檳和威士忌等等 久而久之JUMBO就開始依賴酒精 最喜歡的食物竟然是浸在烈酒裏面的餅乾 跟隨著馬戲團到處表演的時候 JUMBO都需要每天喝威士忌 以保持冷靜 他還習慣吃完遊客丟給他的東西 JUMBO死了之後就被發現 土裏面有數以百個的物件 包括小朋友的玩具和硬幣等等 早前就有專家在外國媒體BBC的紀錄片中 分析過JUMBO的骨格 他死的時候應該有10呎6吋 當時有證據指他的骨格應該還在生長 有很大理由相信JUMBO生前 是因為在動物園載人造成很大的勞損 每次載的人數都不少 除了屯部位置 膝蓋的部分也看到骨格上的各種變化 還指出只有20多歲的JUMBO 很可能已經遭受和老年相關的關節問題 專家還說JUMBO的骨頭 更像40多至50多歲的大將 反映他生前非常操勞 受過不少痛苦 JUMBO的身世可憐 24歲的時候就被火車撞到當場身亡 對比一般的非洲大將 他們其實可以有近60至70年的壽命 現實中的JUMBO身形比一般大將體型龐大 但就沒有記載他擁有特別大的耳朵 當然也不懂得飛 但19世紀的時候 很少人見過大將 所以當時他就成為了國際巨星的一個神話 很受歡迎